流浪汉掀开嘴皮 露出牙龄上的脑包 一股臭鱼味扑面而来 可肖恩闻着却笑得像个孩子 他的大病伟达 正在呼呼作响 肖恩先倒出一杯酒精 给流浪汉消毒 然而奇怪的是 明明杯子就在面前 流浪汉却怎么都抓不住杯子 这是大脑失去距离感的表现 结果酒后 流浪汉更是僵硬地扭了扭脖子 医生诊断 流浪汉很可能是脑肿侵入大脑 导致他患了细菌性脑膜炎 这才让流浪汉显得神神化化的 但肖恩却有一种预感 并且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事到如今 必须将流浪汉带回医院 做腰椎穿刺检查 可一向热心治疗的肖恩却犹豫了 看流浪汉的打扮 他应该无力承担检查费用 到时候医院自掏腰包 新院长肯定不高兴 幸好这时同事表示 反正今天老子最后一天上班了 有什么责任无负 这不得狠狠耗一波 于是两人把流浪汉带回了医院 刚检查到一半 新院长果然不出所料 当即赶来 拉着两人出去 打算盘盘这笔开支 同事果然讲义气 笃定流浪汉得了脑膜炎 并把全部责任揽了下来 院长瞧他能的 也和他打了个赌 如果不是这笔开支就要他掏钱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却发现流浪汉并没有得脑膜炎 于是他也就被放回了贫民库 可流浪汉身上的种种症状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想弄明白 没钱这个问题上 眼看得不出答案 萧恩只好去照常去探望 患有脑癌的老院长 此时他正在闷闷地丢着纸团 结果全都丢在了垃圾桶边缘 看到这一幕 萧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猛地撕下手中 依循书籍的一页 柔成团准备投掷 下一秒 脑海中各种计算公式亮起 脑瘤会导致脑中疏阻塞 所以往往距离感会有所偏差 萧恩回想起流浪汉揭杯子的一幕 显然他也有着相同的症状 萧恩激动地找到同事 把情况告诉了他 当务之急是把流浪汉找回来 让他再做一次核词共振 可萧恩身为自闭症患者 难以与他人交流 所以找人这一关必须要有人帮忙 同事心想反正老子要离职了 这一单 说什么也必须走一趟 他俩回到贫民窟 经过一番搜索后 终于找到了流浪汉 可流浪汉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两人 肿瘤的压迫 同时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现在的他根本没有早上的记忆 只想让萧恩他们赶紧滚蛋 可就在这时 萧恩从帐篷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 念出了流浪汉的真名 原来他并不是真正的流浪汉 从前也是拥有美满的家庭 可患病之后 身体却被流浪汉人格占据 于是萧恩鼓起勇气 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我会有病毒的状况 在萧恩一番真挚地表达后 流浪汉终于还是决定治病 可在核辞共振的时候 新院长又闯了进来找两人算长 而这一次 同事也下定决心 要替萧恩整顿一波职场 而检查的结果 当然也如萧恩所料 流浪汉的却患有又顶面脑瘤 清晰显示的图像 让新院长无话可说 为了挽回面子 只能替两人准备好手术室 手术过程也难得没闹什么腰蛾子 男人躺在病床上等待苏醒 而他的妻女也终于赶到了医院 众人也从妻子口中得知 原来当时没能诊断出男人的脑瘤 于是被开一堆没用的药 反而让男人变得更加暴躁 为了保护家人 男人选择离开了家庭 他的家人也含着眼泪 和男人紧紧相拥到了一起 萧恩虽然又拯救了一个家庭 可他看上去却并不开心 因为这一战过后 他最要好的同事就要离职 忠心祝愿他 即使不在萧恩的身边 也会是一个大大的良医 大叔因为一身隔 被萧恩断定得了癌症 因为萧恩数过 大叔在短短十分钟内 打了十七次隔 这是一线癌的常见症状 但上次尼尔却让他枉轻了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只是胃酸倒流呢 可萧恩却不以为然 并指出大叔还患有黄胆 这话让尼尔不得不停下脚步 带着萧恩走到大叔面前 借用外挂好好侦查了一番 果然只是一眼 尼尔就命令萧恩给大叔做全套检查 但在结果出来之前 绝对不能说出他们的猜测 在尼尔看来 没必要让大叔受到惊吓 可偏偏这个任务 交给了患有自闭症的萧恩 果不其然 萧恩对大叔撒了个别角的谎言 说凡是有患病的可能 医院都会给清洁员工免费检查 以防传染 此话一出 大叔果然提出了质疑 大叔遇上肖恩 也不知道是福是活 总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果然是一线癌 而且还是晚期 大叔恐怕没有一年可活了 医生们开始讨论治疗方案 他们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是保守治疗 也就是没救了等死吧 二是实施惠普尔手术 但手术风险很大 主治医生尼尔本人更倾向医 可肖恩却持反面意见 但是否动手术 还是得看病人的抉择 于是医生们把情况 告诉了大叔和他的家属 大女儿提出希望大叔能做手术 可大叔文言却沉默了 面临生死抉择 没有人能够坦然做出选择 当晚肖恩来到大叔的房间 为之前的撒谎道歉 但大叔并没有怪他 随后两人谈到手术一事 大叔的答案是要做 因为这是家人的决定 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家人 而家人的决定就是他的决定 很快手术正式开展 医生们默契配合 很快就切除了一线上的肿瘤 接着肖恩也找到家属 向他们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家属们开心的 就只岔开香槟了 显然他们并没有听过肖恩的大米 果然没过多久 大叔再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在术后 出现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生命体征正跟着急剧下降 纵使是肖恩 此时也只能手忙脚乱地应对 好不容易完成了主动脉血流阻塞 大叔也有出现了心事先战 真是天药王他也 医生们尽全力抢救 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各项生命体征归零 大叔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之上 肖恩作为手术的提出者 打算揽下责任 把恶号告诉家属 可这时尼尔却拦下了他 Claire 你 do it This isn't the time for learning 医生的一句抱歉 让紧张等待的家属们当场内崩 纵使医生给出的理由再怎么充分 眼下几人也一个字都听不下去 只能默默流下眼泪 长子想起是长女提出要做手术 把责任甩到了她的头上 但所有人都明白 他们每个人都有错 因为他们逼着大叔做出了危险的决定 好好的一家人 马上就要因此决裂 这一刻 肖恩终于看不下去了 此话一出 成功化解了这家人的干戈 而肖恩也跟着默默离开了房间 是真的吗 Paul told me when the truth can't help someone we should lie 男人精力太旺盛 看了眼眉女后 静一口气冲了24个小时鞋 医生伸手进去给她做检查 发现海绵宝宝异常坚硬 但腺体却没有血液流通 这意味着 再晚了医院一步 她就有幸当上美国太监了 现在医生必须赶紧给她排走瘀血 她将针管 扎进里头一阵猛抽 时间来到晚上七点 虽然暂时延缓了病情 但男人也已经累积应了32个小时 于是这一次 肖恩拿出了更粗的针头 因为想要恢复血流 必须进行温特疗法 来开一个足够大的洞 医生们表示绝对不同 但男人已经留下了阴影 死活不愿同意 而就在这时 肖恩的外挂终于到账 她看着男人翘起来的那只脚 脑内快速验算 得出了神经走势图 检查后发现 原来男人身体的异常 来自于盆骨扩张硬膜外浓肿 必须马上动手术切除 手术整体还算顺利 使用杆菌钛进行消毒后 医生们顺利切除了脑肿 而后顺手又帮男人 修复了受损的神经 帮助他重振雄风 等男人从麻醉中苏醒 他动了动脚趾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癌了能让人产生阴影的一针 但想必要步了多久 男人又能成为街上最亮的仔 然而肖恩通宵了一整天 工作却还没有完成 马上又有一个小孩 叼着灯泡来寻医 初步诊断时拉伤了咬剂 静卵导致牙关紧闭 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 但都有可能会撕裂小孩的咬剂 更糟糕的话灯泡会碎掉 到时候碎片吸入肺部 就更加麻烦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肖恩想到了办法 他把外科专用袋捅进男孩嘴里 小心翼翼地包裹灯泡 一切准备好后 数到三 小孩就可以用力咬碎灯泡 肖恩用力一扯 碎片都落在袋里 因为外科专用袋足够坚硬 所以一点碎片 都没有落入男孩的嘴巴里 肖恩一天的工作 也终于到此结束 难得没有小病变大病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